用視覺判斷的話 妳認為其實 這一隊比較像是保養的是不是 對 因為這一隊 其中有兩位 我本來覺得他們應該是列為 是愛保養的名單當中 相反的這一隊 有兩位我也覺得應該是 不保養的名單當中 這一隊在愛保養的是... 阿布看起來就很愛保養啊 另外一位妳認為有保養的是 任爸爸 不可能 軍人家庭被保養娘炮打死 對 我以為妳要講梁鶴群 她的講話跟態度 是比較屬於溫柔型 可是她感覺就是 所以就... 我們沒講啦 她說很色 所以妳從哪裡 看到她色的部分 聽來就知道 還好吧 那妳看那一隊 妳覺得沒有保養的人是... 我本來以為愛利克斯 是非常排斥保養的男生 因為他就是很... 就是常常會你知道就覺得 什麼你保養也太娘炮的 那種型的男生 每一天有個人在妳旁邊就說 妳要擦這個啦 妳要擦這個 妳就會變成習慣了 妳會鼓勵妳先生保養嗎 我每天都幫他敷臉 太棒了吧 我的立場是喔 就是說保養品讓妳返老還童 那是一種神話 不可能 對 不可能返老還童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 等到十年 二十年之後 妳跟你同年齡的人 站在妳旁邊 那就是一種驕傲 所以妳說除了愛利克斯之外 另外妳覺得沒有保養是誰 就彥均啊 他真的不是很像的 我感覺他是屬於那種 頭髮就是會造型比較誇張 然後回去之後 就懶得保養卸妝的那種人 我以前是校隊 我每一天曬太陽 什麼東西的校隊 田徑隊 OK 我每天曬太陽 我每天... 阿布是什麼都不擦 連那個敷臉都不敷 我最後一次敷面膜 應該是一年半前吧 然後那個冬天的時候 怕皮膚乾會上一些面水 如果我出外景到很乾冷的地方 那種零下的 很乾很冷 我會擦 那是回到飯店之後擦 可是白天一整天都不擦 誰幫你準備呢 我會買 而且我通常都是到當地的時候 才去那種超商或什麼 小怪的 乳液好 買 你不管什麼品牌 對啊 那你卸妝嗎 卸妝 我們出外景不化妝 對 出外景不化妝 真的嗎 所有外景主持人都不化妝嗎 看人啦 我是不化 他們應該有化吧 他一定有化 你化妝要一個半小時嗎 對 我是完全不化 你那個節目是大農妝 不是啦 因為我們要擦隔離啊 要擦隔離 可能要擦隔離 換我這一句話 任爸爸 你 你對洗面乳 知道有這個東西 存在是什麼時候的事 50歲 我第一次到 在50歲之前不知道有洗面乳 不知道有乳心 我不知道男性有洗面乳 我不知道有這個名詞 有一次50歲的時候 我跟一個同事到德國出差 然後我們住同一個房間 結果我們出差回來之後 他洗臉 他拿著東西 洗 他說 我說這什麼東西 他說洗面乳 我說沒有啊 洗面乳 我們就在肥皂 我都是用肥皂搓搓這樣 臉上這樣洗 那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 那他有請你試用一下嗎 沒有 我不敢用那個東西 其實洗面乳是現代成品 是 我講我自己 我在26歲 那你50歲之前 用的肥皂是哪一種肥皂 黃肥皂 那個是26歲之前 結婚之前啊 水晶床 水晶床嗎 對...你不用肥皂撕洗 我26歲結婚 結婚之前我就做水晶肥皂 洗臉 洗頭 洗身 結果這個水晶服 水晶床可以洗臉 洗頭嗎 我就臉這樣搓搓 其實可以穿著衣服 連衣服一起洗 威力很強耶那個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還有洗髮精這個玩意 我結婚的時候不知道洗髮精 我太太告訴我洗髮精 爸你在哪一個時代 對啊 因為皂 它通常要有鹼 它會有鹼性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呢 洗完之後 你會覺得臉會崩崩緊緊 會覺得很乾淨 可是長時間下來啊 那個頸 那個崩 反而會造成你皮膚越油 對 我以前我們念書的時候 我也都不用那種的 我也是肥皂從頭到尾 但是你洗完之後 真的很舒服 臉非常非常緊 會覺得說自己年輕回來了 但是呢 第一節課之後呢 真的油就慢慢出來 那臉好油喔 油到好像用豬油在洗臉那種油 但是... 你在學校不就是年輕人什麼 對啊 又年輕人啊 又... 對啊 而且他第一節課下課 居然會管說臉上有沒有油 我們都在想說等一下要吃什麼 他會管說他臉上有沒有油 很多學生的就是油油的啊 你在學校會帶吸油面紙嗎 女生會帶 我沒有帶 是真的 有看過好多男藝人 都有吸油面紙 那要教一種男生的首飾 看起來很MAN的吸油方法 吸油 真的 不過我真的不介意大家亂 就一直吸油 因為其實臉會越吸越油 是嗎 對 因為 我們常常說你的臉不能吸太過頭 你知道嗎 常常是用那種搶景性 洗到臉砰的那種人啊 其實你的油會冒得更多 我覺得畫面好怪異喔 好像一群那個直銷小姐 在外面裡面聊這個事情 我一直是到兩年前 就是我們那時候錦琴琴 要發唱片的時候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被抓去做臉 就是唱片公司就帶我們三個 邵哥也被抓去嗎 當然也有... 去了以後你會覺得說你很難過 因為你躺在那邊 然後他就拿一個東西 在你臉上摳摳弄弄的 然後最後完了以後 不是他還用那個蒸的 蒸你的臉 蒸到我都已經覺得 我快沒有辦法呼吸了 你知道嗎 蒸臉不是應該是舒服的嗎 沒有 我覺得 蒸臉要用嘴巴呼吸 不能用鼻子 你有沒有感冒過 感冒過的時候不是有一些 然後有蒸氣在那裡 有啊 那個是噴煙出來 對 那他只是那個範圍比較大而已 他像一個罩子 對... 那你就把電鍋打開 把臉翻來 類似的...就是煮飯的時候 煮飯打開來的那個 如果你的電鍋是乾淨的 煮飯那個打開來的那個蒸氣 對皮膚會燙髒 對 會燙髒 遠遠的啦 遠遠的 對... 這樣弄...弄上來之後 好舒服喔 因為呢 是熱空氣 一離開那蒸氣 變冷空氣 好舒服 然後呢 那個毛巾都變熱了嘛 就擰乾 擰乾之後再熱敷 這樣子是兩種效果 一呢 就是蒸氣 對 第二個就是熱敷 熱敷完了以後呢 最後的時候呢 對 一少兩個動作 其實你在熱敷完之後 因為男生的毛孔比較大 容易有粉刺 你應該呢 先用個化妝棉 或是毛巾 先把粉刺的地方擦一擦 因為這個時候 黑頭粉刺很容易去掉 那個草莓筆就會不見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再敷面膜 敷完面膜之後 一定要用冰水做Ending 而且你的冰水... 想要拿咖啡來... 咖啡已經了開了 冰水 我覺得冰水不可以用浸的 要用沖的 對... 用一個新型的湯吧 我們兩個都要 因為我記得 我之前有看一個節目 把妳說說他們 把妳說說他們 因為之前我看大愛思姐 她有說過 她說不管她在北京問哪裡 你看大愛思在哪裡說 有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她說再怎麼冷 她都會用冰水去沖 你看她的節目 她在某個節目上有講過 就是美容節目 我上美容節目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再怎麼冷 零下 雖然零下10度 20度 她都會最後晚上的時候用臉 用冰水去沖 所以我就覺得她又投我一票 所以我覺得我那樣做是對的 我沒有投你一票 好投喔 你在家裡面看美容節目啊 有時候會轉到啊 會看一下 今天帶的這些東西裡面 有什麼事你覺得 要推薦給對面的人了嗎 我覺得其實如果說 你真的很懶的人啊 我真的很建議 就是這一瓶啦 郭婷 妳就有用這個嗎 有 因為有時候你曬傷 會痛到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棉被摩擦到皮膚都會痛 對 就是睡覺你真的沒辦法 不免會蓋到這個地方 那有時候你如果轉身的時候 會蓋到這個地方 誰會蓋到這個地方 他也沒辦法睡覺 很冷的地方 但是你最後一天的時候 你才會蓋到這個地方